變成一個 本來是這樣的 它變成了什麼呢 變成一個這樣的 它本來是這樣的 本來是這樣的 它就是變成這樣的 這裡是連起上來的 這裡是連起上來的 譬如來講寫個再字 也就是說這一種的寫法 實際上就是去到行書草書 才有這樣的寫法 怎樣呢 先寫到右邊的那個過歐 而且那個過歐 那個歌字的一撇 就留給最後最後左手邊的東西 就寫下來 就是這樣的情況 明白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 好像寫個再字 這樣去 最好能夠就是這樣 對不對 這樣 好了 我不寫了 那就幾句寫了 這樣 或者再加一點 這樣寫有個好處 什麼呢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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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 寫來 就被人看得到 我第一次接觸 我看得耳目一新 才寫到這邊 最後才寫到這邊 最後是左手邊 左下方的一些東西 再捏一捏過去 好像 我那時候 我初不初接觸這種寫法 就是個鐵字來的 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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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邊是這樣的 對不對 一個庚字房 那它是怎樣 它是怎樣 這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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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怎樣 這樣 這樣 這個豆 這一粒豆 鐵字是這個豆 對不對 好看的 就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了謀字 就這樣寫了 就是這個 這種寫法 就這樣寫了 就好像 謀詩年 我們剛剛過了 沒有多久 前年是謀詩年 是不是前年 一百年 一百年 可以 是 謀詩年的謀 它是這樣寫的 謀詩是怎樣 這樣就捏一捏過去 好像我寫過 蛹字 蛹毛的蛹字 這裡又是這樣 就是這樣 蛹字 鎂賴過去 這樣就對了 好看 蛹字 蛹字 又有這樣的寫法 都是這樣 鎂一鎂 但這裏又要鎂到自然 即是 左下角的字 也要很自然地 將這個線條 送出去 讓它能夠這樣賴出來 這個送的角度很重要 要配合 好像這個詠字 我就不要寫到它太企 這個是實字 不要寫到它太直 就是這樣比較好 你好像寫這一環 這個實字是一環 一環你又不要寫到它 真的這樣一環 那就應該有些賴一下 有些賴一下 下來比較好 好